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 四人抵达了白溪村 在村委会附近的公交站下车后 他们很快受到了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接待 虽然四人不是职业预售师 但只要能来清除土行署 白溪村这边都热烈欢迎 由于时间紧迫 四人也没多客套 到达目的地后直奔土行署泛滥的重灾区 也就是农田区域和树林区域 一望无际的农田 树林外 使与它们短暂的无言 这要从哪抓起 其实 一些不聪明 比较弱的土行署在农民们的农药下 饲养的犬 猫捕捉下就已经死绝了 所以它们清除的都是一些成长等级比较高 相对狡猾的土行署 这类土行署行踪诡异 擅长隐秘 战斗力还强 很不好消灭 我们先召唤宠兽吧 时宇提议道 在这种错纵复杂的环境下想锁定土行署 非十一的超势力莫署 好 时宇划落 四人纷纷沟通玉兽空间 召唤其宠兽 时宇 庄月身前出现了石铁兽 陈凯身前出现了他的兵甲兽 另外一个少女于晶晶身前则是出现了一条泪蛇的荆棘条 刚刚召唤完宠兽 庄月的目光就被十一所吸引 昨天只是远距离观看 他还没发现什么 但是今天近距离观看下 他才发现石鱼这只石铁兽发育的简直完美 无论是毛发色泽还是体态 都显得十分健康 大神 你的石铁兽也是铁竹饲养基地领取的吗 恩 石鱼点了点头 整个冰原市的石铁兽应该都是铁竹饲养基地繁育的 包括庄月的也是 不过 庄月的石铁兽明显比石鱼的大了一圈 年龄更大些 两只石铁兽应该不是同一批幼崽 由于不是同一批幼崽 两只石铁兽似乎也不认识 石铁兽看了对方一眼 就很快收回目光 倒是陈凯的冰甲兽 全程忌惮地看着石铁 身体都要融化了 等 等下 大神 你不会是竹石武馆的学徒吧 庄月忽然想到什么 石鱼这么厉害 似乎也只有这个解释了 不是 石鱼摇了摇头 竹石武馆和铁竹饲养基地是一家的 武馆的主人和饲养基地的主人是同一人 铁竹饲养基地是石铁兽繁育基地 而竹石武馆则是专门培养签约有石铁兽的御兽师的地方 竹石武馆的现任馆主 是一位大师级别的主培育石铁兽的御兽师 他的石铁兽 除了掌握硬化能力外 还掌握雷电 火焰的力量 有十分特殊的培育方法 可以说在冰原市 要论谁最懂培育石铁兽 御兽师们肯定都会说是竹石武馆的御兽师 庄月怀疑石铁是竹石武馆的学徒也很正常 就算石铁说自己是竹石武馆的清传弟子 估计他也会信 不过 虽然现在石铁和竹石武馆没有关联 但他迟早会去讨教下的 嗯 互相学习下 不是吗 我还以为你肯定是竹石武馆的清传弟子 庄月哈哈一笑 现在我们平成的御兽师中 最厉害的就是灵馆主了吧 陈凯道 见习 职业 大师 职业级又分初级 中级 高级 陈凯口中的竹石武馆灵馆主就是大师级御兽师 实力即使是在整个冰原市也排得上名号 灵馆主是不是最厉害的我不知道 不过他的女儿 好像是我们平成最年轻的职业御兽师 于晶晶道 好像在18岁时就通过了职业考核 后来听说进入了九大院校中的一个学习 现在应该也毕业了 不知道达到了什么级别 你消息落后啦 那个灵馆主后来选择的是肆域专业 现在他已经回到平成了 我这只石铁兽还是他帮忙挑选的 庄月道 修竹姐说他学习这个专业是想研究石铁兽 有没有再次进化的可能 也不知道他成功没 不过我想还是太难了 灵大师培育了一辈子 石铁兽都没找到石铁兽再进化的可能 估计石铁兽也只能这样了 而且就算发现了 也和咱们无关 庄月身前的石铁兽打了个瞌睡 佛系无比 与世无争 别聊了 我发现土行鼠了 石铁道 几人聊天的时候 运用超视力的石铁 已经锁定了一只土行鼠 能不能进化什么的 他也丝毫不关心 现在这样就挺好 被石铁提醒后 石铁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 农田某个角落 一只体长三十厘米左右 没有毛发 全身土石质感的巨鼠正偷偷摸摸摘着红色果实 在那边 石铁指了过去 另外三人也看了过去 从大小来看 等级大概在四级 而且落单 威胁性不大 烂的就是怎么在他反应过来土盾逃跑之前消灭他 陈凯道 书上说土行鼠警惕性很强 比起声音 光线 它们对温度更敏感 石铁兽和冰甲兽接近它 后受体温影响它 很可能注意到 于晶晶 我先让荆棘怪味装成植物接近它 看看能不能直接缠绕住它 不过不知道荆棘怪的荆棘 能不能对它的土壳身体造成影响 到时候你们跟上 另外三人都同意了这个战略 在于晶晶的命令下 它的荆棘怪开始卫装成植物 慢慢在地上爬行 荆棘怪的确和植物太像了 毕竟它本身就是植物生命 土行鼠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毕竟在土行鼠眼里 这种植物不过是食物 高级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与此同时 十一冰甲兽也开始做好狩猎准备 只有庄月的石铁兽还在哪里茫然 它瞪着黑眼圈下的眼睛 使劲看过去 哪 在哪 土行鼠在哪 它怎么看不到 正常石铁兽是这样的 毕竟土行鼠的保护色太好了 很快 荆棘怪来到了这只土行鼠附近 它延伸出长满尖刺的荆棘 目标锁定土行鼠 刷 荆棘怪发出致命缠绕 然而 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到四级的土行鼠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千军一法之际 土行鼠察觉到了危险 吓得扔下红果就跑 搜 它转头就跑 速度非常快 成功躲避了攻击 一般土行鼠出来觅食 都会提前挖好洞口 用来逃盾 并不会原地土盾 原地土盾的话 速度其实也没有很快 很容易被抓到 倒不如用紧急路线 荆棘怪一级失利 不再偷偷摸摸 全身长出更多的荆棘飞向土行鼠 限制土行鼠走位和速度 同一时间 十一和冰甲兽也早就全力爆发而出了 跑 你跑得掉吗 陈凯大喊冰甲兽也是挖洞的好手 给它时间 冰山都能早穿 就算成功让土行鼠遁地 也并不是没有捉到它的可能 当然 最好的情况还是在土行鼠接近洞口前干掉它 不过 冰甲兽还是慢了一步 这只土行鼠成功抵达了洞口 就在土行鼠欣喜若狂 想要钻进去的时候 远比冰甲兽爆发速度强很多的十一降临了 之前的对战中 十一原地没有动弹就秒杀了冰甲兽 但这不代表它爆发速度不如冰甲兽 轰 十一从奔跑开始 很快就超越了冰甲兽 然后追上了土行鼠 它一跃而起 硬化的一掌 直接拍在了土行鼠即将钻入的洞口处 宛如巨大钢铁从天而坠 一阵巨大的冲击伴随晨雾而起 地面直接被十一砸出一个大坑 超视力下 配合爆发力 它感觉自己比昨天灵活了不少 比荆棘怪 冰甲兽都提前一步发现洞口未至 十一露出骄傲的表情 而土行鼠额呆致在了原地 我家呢 啊啊啊 随后 它迅速被荆棘怪缠绕住 不过现在大家的关注点 都是十一旁边的大坑 这什么力量啊 怎么跟高空坠物似的 另外三人头皮发麻 看像小胖蹲一样的石铁兽幼崽 感觉有它在 可以直接去找成群的土行鼠的麻烦了